一般情况下 兄弟们 一个对局能打三分钟以上的绝对是经典对战 我们今天写出一场何俊跟帮主的一个3v3对战 开局这个跑抓非常好 正好龙二想后卫逼 八神直接前冲跑胶 想卡一个车位 龙二直接跟他对空抢招 这时候何俊能先做好一个下盘的防守 突然一个平位封住了八神的压制 nice 这个踢杀打得太准了 正好你起跳 我正好顿着凑你下面 一下吧 八神就带走啊 龙二的强大之处为什么成为五强 就是说他打点伤害太高啊 要么一套把你打晕 要么一套把你打残 要么一个连招让你半管血以上 所以说龙二被称为大五强 而且大五强除了猴子之外啊 每个角色好像是都带指令猴 跳cd 刚才那个跳cd呢是安全跳啊 如果大叔刚cd是刚不到他了 就跳点很低啊 压对手起身的第一时间 下色识中断 这钢链 一个肘抓很难受啊 龙二的肘抓兄弟们现在可以用简化了啊 就是龙二的肘抓 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是跟谁学的啊 是跟何俊的还是跟暴王啊 就龙二的这个抓啊 跟霸神的消风一样 有兴趣大家可以试试就是16c 啊 不用什么中圈后前圈 这太麻烦了 你就16c 挖挖的就行了 嗯哼 一个不叠 让帮主很被召 前停角终于打到对手一个摇摇勒 居晃 下地链锤 稳住宝贝 好 再后跳 两个大猪明翠柳 一行白鹿上青天 窗寒西岭千秋雪 门博动无万里穿 文化杠杠的 好 我们看第四回合 这时候呢 大门也是 在找一个近身的机会啊 但是帮主大门挺一烂 AB伞或者是能量啊 麦肉兰之山 大猪摇摇勒 没抢过 好 打逆象防的不错啊 何俊的意识还是非常好 可能他了解帮主的套路啊 他就知道想打逆象 然后做一个逆象防守 B往前蹭 这时候大门的血量非常多 实在不行 只要一颗气 刚体地 刚死他 不敢 还是跟他拼 那能复地吗 各种后卫变 各种等 时间要到了 哎呀 这时候大门还是不敢抢招 所以说在零秒的时候还是被大猪打了个摇摇勒 还好帮主这样稳住两颗气啊 大门有气就有 气孽 如果没有气 那就得乐呵呵得了就 好 大半个血多一点点 下不跳 攻防抢不到蓝之山 但是如果被偷到下盘 立马就死 大门已经铲血 有战斧 这个这个阵兄弟们正常应该是占地回空一下 否则震不到 好罪人太小了 还好 还震到了 命好 这帮主的超时杀气要没有了 还不断的攻防找机会 敢不敢刚 跳跌 啊 又是一个钢基地打出counter 哎 头上服打出三段 直接翻盘 别忘了点赞